在新加坡的第四天我们大概也吃了八九家店吧 晚上就吃了非常有名的自助餐 不过一早上就吃了闭门羹 因为我们去之前并不知道新加坡每年 Hawker Center都会有几天要进行大扫除 所以那几天其实我们也吃了蛮多闭门羹的 本来要去吃一家大虾面的 但是没有开门 所以转头去吃了Laksa 这家还蛮有名的 正好跟昨天我们吃的Challet Box做一下对比 我发现他们这盆米粉都是碎的 这个配的是什么 Sama Shiri 它这个虽然看上去没有昨天那么红 但比昨天那个辣很多 我觉得它香料味没有昨天那家那么 就是flavor没有那么deep 但是呢 它是椰奶味比香料味更重的那种 那种辣萨 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就是你吃下去 你会觉得你能吃到每一种腔料单独的味道 但是他们没有像昨天的家那么融合的那么好 而它粉丝比昨天那个更有那种弹性的感觉 它是更弹牙 昨天的家感觉稍微软 软一些 虾的品质就比较一般了 但说实话 好爽 因为它很辣 胃很够 上海女人不能怕输 昨天那个红的原因是因为它加了 就是已经提前把Sama 可以加进去了嘛 你看看它加了以后就颜色就 变红了 确实要加一整包 它家里的味道跟这完全不一样 加一整包的不一样 加一整包 就它没加之前就腌奶味比较重嘛 对对对对对 但它加了之后以后 层次变得吩咐很多很多 而且这个真的好辣好爽 但我其实更喜欢吃昨天那种面 就是昨天那种质地的米粉 感觉太淡了有点 对对对有点塑胶感 因为我觉得它比较辣 所以感觉喝起来不太腻 像昨天那晚 吃到后面这一天 吃到后面这一天感觉太腻了 然后本来是想在附近吃一家 牛肉和粉的 但是它也没有开门 所以就转头去吃了一家Branch店 这家Branch店还挺有名的 但是我们之后还有吃椰浆饭的行程 所以就没有多点 就简单点了杯拿铁 点了份伯爵茶蛋糕 它的咖啡豆感觉像是中焙的 挺好喝的 还可以的 等一下 这个是蛋糕 完了 是你口感性的吗 是糖霜蛋糕 我这里更正一下 其实也不是糖霜 是那种butter cream 所以口感会比淡奶油那种蛋糕更腻一些 它是和牛肉粿和什么东西来的 这个呢 你看这个呢 这个粿味道蛮香的 再收点钱 它在你们家成绿丁 这ail grape 本来都跟 西手伏的很搭嘛 然后就去吃一家 据说挺有名的椰浆饭店 这家店好像是马来西亚开过来的吧 所以我期待挺高的 它闻着好香啊 我先尝 给你压饭 它是有点咸咸的 然后是椰浆味特别重的那种 因为它有咸味嘛 然后特别像那个椰子糯米饭里面那个 芒果糯米饭的那个调味 三巴 就到西大马克一定要配 小鱼干和花生 然后配三巴一起吃 今天这三巴很好吃 它香度然后香料味道和辣度都很够 来吃下这个炸鱼 这个鸡 它香料味很够 然后表皮炸的很脆 蛮香很好吃 我觉得我跟大家做的区别就是它比较甜一点 就是你吃到最后面的时候那个香脏味道会跳出来 然后前面就是融合的比较好的那种炸鸡 就是马来炸鸡的味道 但说实话就是它作为一个提前做好 然后端出来的菜 它那个鸡肉能那么嫩 我是有点没想到的 但我觉得它有个问题就是它那个面糊比较厚 然后当中会有一层就是那种 煤炸透的那种 果果的那种面糊感 我觉得是一份好吃的拉西达妈 那说实话我觉得我跟它做的这个 三巴已经很接近了 就是我的梅塔辣 正好附近还有一家作用千万粉丝的 美食博主推荐的虾饼店 我们就想说尝一尝吧 反正来都来了 我就觉得能想象到的味道 就是有鸡鸡的 然后有虾子 像面糊感特别重的那种甜甜圈 然后当然要去打卡一下上过Netflix的街边小吃 就是类似于像新加坡的那种米糕 做的蛮奇怪的 我们去的时候连盘队的人都没有 哦好烫好烫 很像以前小时候吃那种米糕 就它像桂花米糕那种松松散散的味道 然后当中是红糖 是红糖吧 我感觉应该是红糖 红糖部分特别甜 但是我觉得它米糕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就其实可以中和一下 中间这个会流心一样耶 就是Great coconut 它是有点点 我觉得有点点咸的椰丝 这个颜色 我觉得它这就是颜色不一样好吧 应该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 它这个好像 有点像罗旺子 哦不有点像化霉 反正是类似于Chutney一样的味道 味道是一样的 那我觉得它的椰子自己都不香 还不如我自己弄的 就是属于吃过了觉得OK 对 我觉得它蛮神奇 它能把这个做的那么轻盈 对 然后正好路过了一家水果摊 我们又尝试了一家 自己没有吃过一种品种 叫红虾 开吧红虾 它颜色都比那个要 真的很好 沉一点 好用 把它拉开 我吵得它河也太大了吧 喂 真的不一样 它有股类似于芒果的味道 它肉质的口感 由于黑金和普通的猫羹王之间 那甜味最清新的 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不为你 我好像好像还是更喜欢吃猫羹王 本来要去吃一家鸭饭店的 但是它今天竟然没有开门 于是打地活的酒店附近去吃新加坡 当地非常有名的一家鸭饭店 家店的口味都还蛮有趣的 非常有创意 但我隔了大半年 对它最大的印象就是 它们家木头勺子味道真的很大 这是潘丹 就是Lamongrass Earl Grey 是这种是底的吗 刚才的时候 但就多了椰子味 吃不太出来什么味道 然后等到后面的时候 才有淡淡的味道 潘淡的味道出来 但它口感很好 很清爽 这个就结实一点 它不会炒味道很酸 但反正就当是我吃下来感觉挺一般的 也有可能是我口味没有选对吧 正好就在附近玛蚁家 据说也挺有名的可颂店 它们家的陈列真的好漂亮啊 我来吃一下可颂 我觉得还行吧 但是没有到很好吃 肯定不是Top水平的可颂 它黄油味甜感比较重 然后 不是那种蜂窝状特别出彩的 吃起来稍微有点点扎实 吃一下这个Beef Satay 那这要怎么吃 我有点太甜了 就是 它的里面它那个沙爹 除了就是沙爹的味道以外 还有就是吃沙爹 这样的那个花生酱嘛 甜味比香料味要重 好吃是好吃的 但是我觉得它要是在 甜度再低一点的话 可能会更好吃 再吃一个 还有一个红丝绒的 有了三口条到半钟的奶酪蟹 除了里面奶酪蟹是 红丝绒上面的那个 cream cheese icing以外 我觉得它和红丝绒 一点半点关系都没有 是小时候牛奶味的 新加坡最有名的自助餐colony的探店 就放在下一期单独出一篇吧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小伙伴子的点赞 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